在原村不管是百年老屋还是现代楼房 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门匾 当地的村民告诉我 看这些门匾就可以知道这户人家姓什么是谁的后裔 金剑刘芳 对 这家人是姓张 他是唐朝宰相张九龄写的一部著作叫《千秋金剑路》 所以说是以他的著作命名的 金剑就是姓张 这边是我们曾姓门匾一门传家 它是我们城市先辈 曾忘经这个三百三十年 然后繁衍了三千七百多人 没有分家 这是意义我们家族传结的一个意思 特家门匾题词标明了房屋主人的姓氏 记载着历史留下了乡愁匠心 不同的姓氏有不同的门匾题词 而同样的姓氏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同样是姓宗 你看这家人是我们唐朝宰相 宗造经被皇帝的封号称为越国公 所以说这家门匾叫越国流方 你看这两个知音一范 这两户人家都是姓宗 高山流水玉知音 他讲的是宗子西与佛牙的故事 他们俩的友谊仍被大家传授 2006年上游客家门匾习俗 被列入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这一块块客家门匾的四字横梯 萦绕着书香莫运的淡雅清幽 守护着客家人的精神家园 随着乡村旅游的心情 在我们原村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 他们也会关注到我们每家每户的门匾 然后探寻到我们门匾背后的故事 这隐藏在客家门匾里的姓氏密码 爬满记忆里的乡愁 值得你我去探究